一顶油纸伞 萌萌烟雨中 牵起一段跨越千年的传说 西湖之上 一个痴情的书绳 一条包恩的白蛇 掀起一场轰轰烈烈 人妖殊途的爱恋 这是众人耳熟能详的 白蛇传的故事 但在最早冯梦龙笔下的 白娘子永振雷锋塔中 故事并没有这样唯美 而是一场 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恋 大家好 这里是极致读书 在这里遇见好书 一切的开始 源于西湖上的一场烟雨 正值清明时节 绵绵细语千多行人的仇思 雨下得正大 西湖上的游船走绝了 只剩下许轩乘着一艘小船 行在归去的路上 行不过十数丈 便听见岸边一女子匆匆的呼唤 阿公搭船这个 许轩望去 是一位妇人 头戴笑头记 上身穿白绢衫 下身穿蟹麻布裙 随身带一丫鬟 等白娘子和小青在船舱中做好 许轩这才看清二人容貌 尽管许轩老师也难免动念 妇人与许轩聊得不错 姓名 住处也都交谈 交谈中许轩得知白娘子丈夫早亡 下床后许轩回生药铺取伞 在回家的路上再次遇到白娘子 许轩见其被遇淋湿 说不若娘子把伞将去 明日小人自来娶 第二日许轩登门 许轩本想取伞便回 时至饮完茶 白娘子又要留他饮酒 还说伞不在府内 要拙人取来 成就了第三日之愿 第三日许轩在此登门 白娘子又被三杯酒款待 许轩说 娘子还了小子的伞吧 不被多扰 可白娘子回 既安排了略饮一杯 许轩只好坐下 这一次白娘子不只是想要饮酒那样简单 眼前娇滴滴的大美人 许轩自然是有意的 但她条件不允许 借助姐姐家 身无余钱 她将自己窘迫的生活如实告知 可白娘子却说 这个容易 我囊中自有余才 不必挂念 还叫小青取了五十两银子与她 许轩回到家中 将自己与白娘子之事 如实告知姐姐和姐夫李牧师 还拿了银子给姐夫看 结果却将姐夫看出 这乃是胃库内丢失的银子 担心自己被连累的李牧师 将许轩告到官府 许轩被抓了 她将银子之事 如实告知官府 官员派人 押了许轩去白娘子的住处 情况却与之前所见完全不同 门口堆放垃圾 大门被一条竹子封住 进去后刮起一阵风 格外寂静冷清 又卷出一道兴气 这场官司的结果 许轩被发配三百六十例 刘沛平江府 劳成盈做工 时间飞快 许轩在劳成盈的王主人家 已有半年 这日一亲一丫头 伴着顶小轿 款款寻来王家门上 正是白娘子与小青 再见白娘子 许轩怒从心上起 恶想胆边生 无名火焰 腾腾高起三千丈 按捺不住 想拿着她去送官 许轩逐多质问 白娘子一一化解 话里话外 满是深情 过了数日 许轩与白娘子 在主家王主人的劝说下 定在十一月十一日成情 成情之日 白娘子再次举出银两 置办酒席 二人拜堂成亲 且婚后 二人感情十分不错 某日 许轩去寺中看卧佛 见一道士 道士说 她头上一道黑气 必有妖怪缠她 还赐了她两道福 要她一道福三根烧 一道福放在自己头发里 许轩接了福 那头便拜 度那道 我也八九分 疑惑那妇人妖怪 真个事实 三更她身性不移地 烧了福 却被白娘子发现了 度过福来 一时烧化 却是全无动静 次日白娘子找到那道士 将其在众人面前羞辱了一番 白蛇毕竟千年到行 区区小僧 奈何不了她 安然度尖 不觉光阴似箭 又是四月初八日 释迦佛生辰 只见街市上 人抬着博庭玉佛 家家补师 许轩又爱去寺中看佛会 白娘子送她一套新衣服 手中配一扇子 却结果 她刚出门就被人捉住 说她身上这身装扮 是周将士 典当库内丢失的物品 结果又与上司遭遇一般 白娘子与小青 前前后后同样变讯不见 再说那丢失物品的周将士 正在对门查方内闲座时 家人报道 金珠等物都有了 在库隔头空枪子内 周将士听 慌忙回家看时 果然有了 丢失的物品找到 但许轩却再一次被流放 三百六十里外 到镇江府劳成盈做工 姐夫李牧师 帮许轩上下打理关系 为她找镇江府 一个开生药铺的叔叔 李员外 而以前是生药铺主管的许轩 到了那里 很快被中用 一日 许轩与店中伙计喝酒 酒醉过后 许轩扶墙走路 谁知 走到一户楼上开窗的人家 竟有人往楼下抖灰尘 全都掉在了许轩头上 许轩站住脚骂 谁家破男女 不省眼睛 原来 又是白娘子与小青 再一次白娘子三言两语 假借王府之名 将事情混了过去 深情表白 我与你情似泰山 恩同东海 世同生死 许轩被白娘子一骗 同称作喜 沉吟了半少 被色 迷了心胆 流连之意 不回下处 就在白娘子楼上歇了 又过一月 许轩领白娘子 去见现在的主家 李月万的妈妈 家眷 但却说着李云外 年纪虽然高大 却专一好色 见了白娘子 有倾国之姿 便是目不转睛 李云外色迷心窍 便想着涉意计谋 六月十三 乃李云外受淡 她大摆烟席 请朋友一聚 白娘子前来祝贺 李云外叮嘱仆人 如白娘子接手 就让她去后面 一间僻静房内 宴席过半 李云外先躲到 那僻静房屋后面 果然 白娘子走来 只是李云外 在门缝中所见 并不是什么 如花似玉的大美人 而是一条 吊铜来醋的大白蛇 吓得她倒地不起 等醒来后 碍于面子 只要说自己 劳累过度晕倒 白娘子回到家中 将事情告知丈夫 说李云外 乃是假作生日 其心不善 但许轩却回答说 既是不曾得手 她是我主人家 出于无奈 只得忍了 白娘子不愤 便提出于许轩 自己开家生药铺 药铺经时日筹备 很快开了起来 而许轩自开店来 不宽买卖 一日新一日 普得厚利 某日 许轩正在门前卖生药 只见一个和尚 将着一个墓园布子 一方言语 许轩给了和尚 一块好酱香 和尚告知许轩 七月初七日 是英烈龙王生日 福望官人到此烧香 七月七日 许轩去金山寺烧香 白娘子与她约法三章 不要去方丈内去 不要与和尚说话 去了就回 不然我去寻你 她说 都以你 但她终究不回忆着她 这才邂逅了法海禅士 金山寺方丈坐上 坐着一位梅清木秀 圆顶方袍 德行很高的僧人 见许轩走来 想要将其叫住 可许轩已经走远 许轩在岸边等船 风浪巨大 并无船只 不远处是来一只船 许轩还纳闷 这么大风浪 为何还有船只 定睛一看 是白娘子与小青 此时 后面传来一声 夜处再次作甚 许轩回头 原来是追上来的 法海禅士 法海禅士又说 夜处 敢再来无礼 残害生灵 老僧为你客来 白娘子与小青年的法海 进到水底 她来不及想 回身看着和尚变拜 告尊师 就弟子一条草命 法海询问 如何遇此妇人 许轩将事情来龙去脉 讲完 法海叮嘱许轩 白娘子是妖怪 让她回杭州 如再来禅 就去湖南静思寺找她 许轩一言 回到杭州姐姐家中 谁曾想 白娘子早在家中等待 许轩跪地向白娘子说 不知你是何神何鬼 可饶我的性命 白娘子见丈夫此状 问她 我如今时对你说 若听我言语 欢欢喜喜 万事皆休 若生外星 叫你满城皆为血水 人人手盘红浪 脚踏浑波 皆死于非命 许轩听得心寒胆战 不敢责声 想到法海禅师的话 连忙跑到了静慈寺 得法海赠一波鱼 对她说 你若到家 不可将夫人得志 悄悄地将此物 劈头一丈 且说许轩 败谢了禅师回家 只见白娘子 正坐在那里 于是她悄悄上前 将波鱼 往白娘子一丈 用尽凭声力气纳住 不见了女子之行 随着波鱼 慢慢地按下 许轩不敢手松 紧紧按住 她在波鱼内 千年到行 只是一句 和你数载夫妻 好没一下人情 法海将波鱼 到到雷锋寺前 将白蛇与青鱼 千年万载 正在塔中 不能出事 又留下诗句 西湖水干 江湖不起 雷锋塔倒 白蛇出事 直到小说的最后 白娘子也没有从雷锋塔中脱身 反倒是许轩去世之时 写下诗句 仅是后人 祖师渡我 出红尘 铁树开花 使见春 画画轮回 重画画 生生转变 再生生 遇之有色 还无色 虚实无形 却有形 色即是空 空即色 空空色色 要分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